让我们从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实开始 在你身边的所有物件中 腕表的进化也许最缓慢 大多数情况下 你和你祖父佩戴的腕表 两枚相比 几乎没有本质的进步 机械钟表是一种如此古老又守旧的创造 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表 虽然似曾相识 但里里外外都焕然一新 欢迎收看Hand on 在这个系列的视频中 我想和你分享征服时间的美好造物 让人心动的机械奇迹 你的想法和点评会比我的讲述更重要 谢谢你的关注 没有人可以否认 欧米家的Seamaster海马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万表系列之一 我自己一共有五枚欧米家 其中三枚是不同时代的海马 从1948年诞生以来 海马系列的不少型号都成为畅销的经典 像我这样的表迷 对于古董海马的占有欲 有时甚至超过了新款 如果你想找到自己的第一枚机械腕表 或者是为一个特别的时刻 留下手腕上的纪念 市面上已经有无数的选择 对那些上百年历史的制表品牌来说 这是一个挑战 怎样才能让一个已经是经典的系列 创造新的经典 怎样才能让一块售价不菲的机械腕表 展现出远超它价格的价值 1957年 海马300系列作为一个子系列上市 它也是欧米家的第一块专业潜水表 有可旋转的潜水表圈 雅致古朴的外观设计 如今圆形的海马300在拍卖市场上一表难求 而今年欧米家发布的三枚全新海马300系列腕表 令人喜出望外地复刻了1957年的经典外观 除了材质和设计细节略有不同 它们都搭载了同样的机芯 有同样的功能和尺寸 对于收藏家来说 经典在线是一场美门成真 但这三枚腕表 绝不只是历史在照镜子这么简单 这组腕表的盘面非常值得细看 就像是设计史的轮回 CMAS300的字样移到了表盘下方 流出简洁和谐的构图 它采用了新的三明治结构 数字和时标被精心搂刻 露出下方的超强夜光涂层 呈现出一种建筑感 但它的设计并不完全是 上世纪中叶风格 它会在细节中提醒你 这是一枚真正的当代腕表 41毫米表径 圆锥形表冠 有着苍镜之感的扩建指针 无论是黑色或蓝色表盘的钢款 还是棕色表盘的青铜金款 都透射着一种古朴 雄浑 刚毅的美丽 三枚中最勾人心魄的青铜金款 是一场真正的创新 青铜已经被人类使用了3000年 它的色泽和触感 会把你带到历史的遥想之间 最近十年来 各大品牌的青铜表款大行其道 它们使用两种基础元素进行混合 铜和锡 但欧米加今年采用的青铜金材料 从古希腊的克林斯青铜得到启发 有着独一无二的秘密 除了铜之外 欧米加的材料科学家把昂贵的黄金 靶金 白银一并混合 每一种昂贵的金属成分 都肩负了独特的目标 来保证这种鲜合金的独特色泽 质感 耐浮时刻抗过敏性 其中黄金的占比高达37.5% 换句话说 这种看似硬朗粗犷的青铜调色 其实是一种全新的9K贵金属合金 它在手腕上的价值感也就不言而喻 大多数其他青铜表都会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 生长出坚实的铜锈 很多人以为这是时间的奖励 但欧米加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研发这种青铜金的初衷 是要控制并避免色泽的戏剧性变化 对抗铜锈 符合你佩戴腕表的真实需求 它可以抵御汗水和海水的侵蚀 并保持一种微妙且迷人的色身变化 它不需要保护性涂层 也不需要再接触皮肤的表背更换材料 它沉甸甸的价值 会在你未来许多年的佩戴中逐渐展露 和刚款使用的棒棒糖秒针不同 青铜金款选择了另外一种纤细 轻盈的尖头秒针 每分钟它划过特殊处理的棕色表盘 忠实地记录时间 钢款搭载的是草酸阳极氧化铝表圈 硬度是316金刚的两倍 青铜金搭载的是棕色陶瓷表圈 更耐磨 历久彌新 经典的重新发明不只是在于肉眼可见的外观和材质 还在于翻转过来后奇妙的机械奥秘 250年来每一枚机械表的核心都是大同小异的钢杆情纵结构 而欧米加采用的是同轴情纵结构 是现代制表历史的大发明 它减少了机芯的摩擦 从而拥有持久卓越的性能 你需要一架显微镜才能看清这枚8912制真天文台机芯的迷人奥秘 其中镶嵌了三颗红宝石的勤纵差 仅仅千分之四颗 精巧的难以置信 而这种硅晶体油丝 只有一厘米的七分之一重量 可以帮助腕表抵抗高达15000高斯的强磁场影响 它有两个串联的发条盒 可以储存60小时的运转能量 透过蓝宝石表镜欣赏它运转的姿态 是一种一键清新的诱惑 我对于古东表有强烈的痴迷 但这枚崭新的海马300青铜金表款 却能提供三份的预约 来自地中海文明的独特闪耀色泽 来自1950年代的经典海马风格 来自21世纪的尖端技术创新 相比钢款它并没有贵太多 但却在经典之外又叠加了全新的价值感 机械万表的进化是缓慢而微妙的 然而我和很多钟表评论家都同意 在今年我们目睹了一枚历史性杰作的新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